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路透社昨日发布了一则新闻 透露美国国务院在近期取消了超过上千名中国公民的美国签证 此举很快便得到了发酵 昨日各大留学论坛纷纷发出求助帖 因为众多留学党都突然收到了来自于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邮件 通知他们的F1签证已经被取消 根据报道 美国此举是为响应特朗普在今年5月29号签发的总统公告 在该公告中 特朗普扬言将取消3000名中国学生的签证 因为他们涉嫌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借在美国求学研究的机会盗取知识产权 公告颁布后的几个月里 看上去风平浪静 但直到昨日暴风雨突然降临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 截止目前透露自己收到签证撤销邮件的同学中 大多数是以STEM专业为主 所有人在国内就读的本科院校多少都与军民融合战略院校有关 其中我们听到的受影响人数较多的院校便是国防妻子梯队 且在美就读计算机、通信工程以及自动化等专业 所谓国防妻子就是直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七所高校 被认为与军方有密切联系 他们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表示被注销签证的只是一小部分赴美求学与从事研究的中国人 形容他们是危险度高的研究生与研究学者 他强调美国欢迎合法赴美的其他中国人 只要他们并不推进中国共产党获取军事支配地位的目标 目前约有3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 是在美国际留学生的最大来源 其中约有42%学习理工科 美国国土安全局代理部长沃夫同日表示 美国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与中国解放军有联系的人士 窃取敏感的研究资料 目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例行记者会上反对华盛顿的举措 称其为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 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员人权 虽然中方表示强烈反对 但是签证被取消已成既定事实 那如果收到了签证撤销通知 该如何处理呢 这里分两种情况 就是你本人现如今在美国境内还是美国境外 如果收到通知时 人在美国境内其实不必太担心 撤销签证并不能影响你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理论上美国官方想彻底执行就必须将这位外国公民驱逐出境 但现实中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且耗时很长 那如果撤销签证通知时 人在境外或许会有很大的麻烦 因为这意味着你将不能再使用这份签证 必须要重新在美国驻外使领馆成功申请到有效签证后 才能再次返回美国 鉴于总统令的内容以及已被取消过签证的历史 这部分同学再获得签证的难度很高 尤其是当前受疫情和中美关系影响 现在人在境外的大多数同学 应该是美国疫情严重期间离开 或者今年初离境一直没回来的 很有可能大多数学校秋季学期都在网课学习中 暂时学业不会受到影响 但收到通知后应该尽快和自己的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取得联系 想办法做足再次签证的准备 所以综上所述 现如今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状况 一定不要离开美国 必须等待大环境好转之后再离境 这样才有可能再次成功的申请到返美签证 教育以往是中美合作人员交流的主要渠道 但如今已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一道火线 现如今大量在美中国留学生感到忧虑 担心自己可能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